临睡前 袁金夏还亲了下香香甜甜的公主 简直不要太美好吗 美人在怀 睡得极香 而陆毅 望着烛火 孤枕难眠 问袁金夏解决情敌的速度 前脚解决三娘子 后脚搞定小公主 还有陆毅暗中解决不存在的情敌 他这个命果 简直不要太好 一日 袁金夏顶着黑眼圈醒来 昨日听了不少陆毅的少年去世 他约莫知道大人为何不喜欢孩子了 因为陆毅曾经寄居过一个哭包公主 简直是魔音入脑 不得不服啊 可快乐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出仗时就开始担忧了 等会见到大人该怎么找借口 他还没琢磨完 一抬眼 就看到陆毅站在公主仗前 一身肃杀之意 金夏瞬间矮了一截 人生好难 不过袁金夏也是有礼 昨日本就是陛下宣照 洛毅先离开的嘛 凭什么他能走 他就不能 再说了 他陪的侍君 他陪的还是公主呢 都是天家的臣子 谁也别说谁 太和公主本来还有说有笑送袁金夏 看到陆毅旧 姐姐 我还要去给父皇请安 既然陆哥哥在此 就不打扰了 公主跑得飞快 当他没看到是吧 他走之前明明说的是 自求多福 这一个两个的 也忒不靠谱了吧也 原金夏甚至都拉不到太和公主的衣袖 公主殿下啊 你这脸也变得忒快了 昨夜要我留下的时候 不是很可爱的吗 他咬牙 手指撑起嘴角的笑 眼珠转着 脑子也不闲着 大人怎会在此处 陆毅哼了一声 明知故问 他上前搂他的腰 虎口不清不动地掐着 不让他再次跑掉 若不是怕他有孕再深 身子不舒服 他高低要训他了 夫人彻夜不归 我得来接不试 洛伊脸上带着笑意 原金夏只觉得危险 他推了推他 大人 你别闹 大庭广众的 他脸皮还是薄 话音一落 正好瞧见三娘子出仗 目光定定地落在他们这边 那距离不远不近 能看到人 却看不清神色 原金夏瞬间就不推剧了 还拉着陆毅的手放在他腹部 声音滴滴的 大人 孩子昨夜想你了 不生气了 陆毅哪里不知道他的小心思 他爱闹 他陪着救世了 再说 那么大个人盯着 他若是感觉不到 这仅因为只会使得位置 还是趁早退位让闲吧 不生气了 金夏立刻点头 他其实也不是生气 只是有人肖想他夫君 他得了解一下情况 能解决就解决 不能解决就把人解决了 可我不信 陆毅记得清清楚楚 他家夫人昨晚吃了美食 都不忘与他生气 想来是真不好哄 原金夏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大人 真的 我真不生气了 只要大人今日再带我大吃大喝 我就一点气也没有了 原金夏怂是真的怂 但吃也是真能吃 陆毅的手还在他小腹上 他要脸 却又推去不开 看起来 就像是他拉着他的手放在小腹 虽然之前却是如此 这周围都是营帐 谁知道下一个仙帐的是谁 谁又知道寻世冰丁何时路过啊 那夫人今日回帐中吗 陆毅最终败下阵来 回回回 我一定回 公主殿下就算再好看 在卑职心中也不及大人十分之一 不愧是原金夏 麻痹依旧信守拈来 陆毅这才将人松开 转而去牵他的手 金夏又乖又怂 笑得十分客气 中金汉屯看着这一幕 气得直接回到帐中 他又想起了昨日 草原将成为大明女子大打出手 他难得主动却被拒绝一事 越想越气 他抽出腰间的鞭子 将屋内的摆设砸得稀巴辣 大明女子倒都是狐媚 本以为原金夏与众不同 不过是一路祸色 他方才看得清清楚楚 那陆夫人分明是看了他一眼 像是挑衅一般扭住了陆毅 他从未受过此等屈辱 陆毅不要便不要 男欢女爱 你情我怨而已 让他恼怒的是原金夏 他堂堂王族 居然在这种事情小户面前拉了面子 原金夏本想与他们一起骑马打链 但陆毅怕他伤着 只陪他坐着说话 皇后也与他说着生养之道 这大挺广众的 他倒不好意思了 围猎自然有彩头 陛下该赏赐的 丝毫不吝啬 宁安公主与礼盒面上装的一对恩爱夫妻 二人在山林之间猎了几只兔子 礼盒想要拿去 宁安公主却带回去给了原金夏 夫人倒是捡了便宜 这兔儿该是红烧还是清蒸 洛伊乔他想碰又不敢碰的模样 提出了建议 金夏 瞧瞧大人杜穴星 兔兔这么可爱 大人忍心吃吗 金夏将那兔子抓起来 朝陆毅挥着小爪子 一派无辜地撅着嘴 仿佛他自己成了兔子 还不带陆毅开口 原金夏下一刻便流了口水 兔兔这么可爱 当然是烤着吃啊 陆毅 差点就以为自家夫人转性了 原金夏定定坐着瞧陆毅与层腐烤兔子 陆毅虽忙着 但眼神从未离开过原金夏 他这会儿倒是坐得住 平时早就迫不及待地来帮忙了 其实这等粗活 哪里用得着陆毅亲自动手 不过是想让他吃些好的 又怕别有用心之人 手脚不干净才会任劳任怨 原金夏一步步慢慢向前 大人昨夜没有休息好 陆毅瞪了他一眼 他倒是好意思提 也不知是谁让他睡不好 原金夏闽唇 大人似乎有点委屈了呢 但昨夜也是他先离开的吧 他等得无聊 只能去找小公主了吗 大人不要生气 卑职错了 卑职反省 卑职深刻反省 那么多人盯着他的盘子里的肉 他这不是去探下小公主的口风吗 这一探他就放心了 公主殿下对感情模糊得很啊 就是中金哈屯不太好下手 写封检讨书如何 陆毅想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深刻反省了 谢谢您了 他让你去吧 轻人家 谢谢您的 轻人家 问他 会吗 轻人家